陸谷乡公所樱花冬笋记活动日前鱼石马公园热闹登场 营利防疫也向冬笋汤分装给民众带回 并走自办理樱花仙子与冬笋王子选拔活动 希望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遵守防疫规范还能够将在地美景美食来做推广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有一些比较简化 比如说煮冬笋的部分 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就把 事先把这个餐点准备好 然后就逐步的分给来参加的观众带回去 再来一个比较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今年我们结合 因为要促进樱花跟冬笋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结合来参加的小朋友 扮演一个樱花仙子跟冬笋王子的选拔 希望能够带动这个活动的高潮 樱花冬笋记活动 从先远黄冬昊担任路股乡长 起办理之今 效益相当显著 黄议员也肯定工作的用心 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我们促进樱花冬笋记已经办十万年了 那时候在我丹尾行政时开始来基班 都欺负很多预备来到我们就够 看我们的应徽 和我们的享受一个冬笋 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公司 和这次的外交 反正也非常成功 在这里我们也让我们爱徽应徽的好朋友 可以利用过年时间 来修复听就要说 看我们最漂亮的活动 在我们享受一个冬笋 透过樱花冬笋记宣传 也让民众能够认识到 今年所出产的冬笋相当鲜美 先怨无略放出了肯定 也请民众多加选购 樱花冬笋记 在我们小畔天石马公园旁边 这边来举办 我们理事长 还有我们乡长 都非常的用心 游客也蛮多的 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冬孙啊 今年呢 气候雨量还是很OK的 所以冬笋啊 产量还是很OK 希望说喜欢吃冬笋的游客 可以来家来过位 先怨牛号则称赞 活动规划的用心 兼顾的防疫与观光发展 也请民众有机会 都能够前来旅游 那在今天的一个 樱花冬笋记的开幕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樱花仙子 冬笋王子 还有大家一些小朋友 一些共同来这边的表演 那其实就为我们这个活动 开启了热闹的序曲 那在这一次的话 我们还要特别肯定的是 我们主办单位 也非常注重这个防疫规定 因为在以前的话 冬笋都现场吃 那这次还很贴心的 准备好分装 还可以让参与的民众 还能够把它带回去享用 那这都在在的显示 这次主办单位 对于防疫的一个 规定的用心 驿长和胜峰 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响应防疫规范的同时 还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也请民众 把握时间前来陆谷 欣赏樱花 品尝美味的冬笋 记者卢宜凯 陆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